台股達人秀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疫情貝達人 我是游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魚潭來賓 蕭文明蕭老師來到我們店長 好好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很久沒見了 這個開頭就要問了 這個蕭老師經常在美國各地遊走 那要特別理解一下 這一次台積電到亞利桑那州 設廠之後的概況 對於明年如果是從財務層面 大家其實對於政治問題 反倒不是特別擔心 最直觀的是財務問題 毛利率會不會在23年 有急速下滑的跡象 對於這種人力成本的開支 產能是真的不大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資本支出 光建那個廠就400億美元了 那台積電一整年的 資本支出就耗在那邊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觀察 當台積電到亞利桑那設廠之後 對於2023年基本面的影響 同時間在短期內 感覺外資這一波拉抬的力度 也來到尾聲了 似乎有一點拉不動的跡象 那對於台積電 短期內的股價 有什麼樣的一個效果呢 請教一下 蕭老師 整體上就是說我們預期 就是說因為台積電 目前的腹地 就是說在亞利桑那州的 那市場的看法呢 最起碼可以蓋超過6座的一個金圓廠 12寸的金圓廠 所以整體上目前主要投資機構出去的評價 毛利跟盈利我們覺得還好 真正影響比較大的會在股東權益報酬率 就是因為你的資本支出大幅度增加 好 那你的資本支出大幅度增加 那你的資本支出從哪裡來的 一個就是從你過去的美股盈餘 你的基本公基金嘛 所以整體上對股東權益報酬率的影響性最大 那各位也許說 那影響股東權益報酬率有什麼關係 這關係就大了 因為當你在看 比方說各位你是屬於投資型的朋友 你在看一檔個股 外資在出去評價報告 那裡面最重要的 要看本益比評估啦 就是說一家公司它合理的本益比倍數 大概它的波動主要落在什麼位階 那問題是本益比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而是在於投資機構針對企業的獲利能力 它會看 如果你的股東權益報酬率是往上漲的 它會調升你的本益比倍數 假設一家公司過去的本益比 落在10到13倍好了 那假設它過去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在10% 好 問題是如果它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從10拉到20 市場不會再給它10到13倍的本益比 有可能就直接落到20倍本益比 那股價會暴漲的 所以整體上 針對像台積電這種主要的重量級的權值股 我們覺得未來要觀察的重點 應該在它ROE 叫股東權益報酬率的變化 如果能夠不要大幅度下降 我們認為呢 其實是有機會 還有很正向的看法 所以即使我們看到現在台積電的PE ratio 不斷在下滑 這不代表說 它現在的實體估值是越來越便宜的 因為它很有可能只是反映 未來股東權益報酬率的走皮 我們看這張圖表就好了 各位請看 這張圖表其實很有意思 這張圖表 各位請看它21年 22、23跟24對不對 今年是22年 它給了多少 它給了38塊 然後我們預計呢 台積電今年呢 原則上誤差啦 不會超大於一塊錢 會非常接近38.87 因為已經到 因為公佈11月營收了 所以這個數字你說差距太大不太可能 大約就落在38 正負大概五毛錢左右 可是各位你要看明年 明年37那小幅度下滑一塊 那你就看後年24年 美股英語衝到43 那代表說台積電這一次 不管到日本的日積電 到美國的美積電也好 整體上它的獲利能力沒有受影響 這是沒有關係的 關鍵不在美股英語 關鍵在於未來股東權益報酬率的一個變化 這個反倒是比較關鍵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等於是我們原本用37塊 可能顧一下明年的目標價 對 那可能用中性本益比 覺得可以乘個17倍 結果看起來600塊700塊 是 但是實質上 很有可能因為明年ROE的下滑 你的本益比 外資給予的評價來得更低了 不只是明年 恐怕未來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未來這三年可能會往下做壓縮 OK 所以如何來做評價 我跟你講 待會蕭拉斯來教各位 我們先回到源頭 我們看到這一波台北股市 拉了2500點之後 我的感覺 你看農資餘額也沒有太顯著的上彎 小台都公比 這個市場上感覺也沒有比較明顯的跡象 所以這一波 感覺散戶的追價意願是比較低的 外資拉到現在 好像貨也拉不太掉 那現在完全就是看本週不管是CPI數據的公佈 還是FOMC接下來利率決策會議的變化 那我們要如何觀察 整個大方向至少要是多頭 我們才有做多的動力嗎 那現在整個方向 我們可以用哪些指標來觀察 那整體上跟各位做個報告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剛剛在這個錄影前 我跟皓皓剛好在聊天 那我跟他講說 其實這裡最主要 我們要看聯電ADI的變化 他都會不會有所偏差 就是信存者偏移 我說沒有錯證券市場 就是說技術分析裡面 有一個最主要的 就是統計比對 問題是統計比對 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它會隨著時間的一個關聯出現變化 那麼你最主要就是說 你把近期所有的統計數據做個觀察 如果這個框架沒有改變 那你就持續依照這個框架 除非這個框架出現了誤差 那該怎麼辦 你就必須重新 再抓一個比對值出來 OK 所以我們來看 各位請看 這是今年以來 這張很重要很重要 其實我已經講了 這張已經講了三四個月了 各位請看上面 分別是黑色的 是聯電ADIR的價格 綠色的是道琼工業指數 藍色的是納斯達克 接下來呢 橘色的是我們台股的加權指數 灰色的是費城半導體 比如說我們把今年以來 把這些商品放在同一個點去做觀察 我們去觀察 我們去比對它 就好像是 如果你去看今年 我們把加權指數 跟全球主要地區做比對 你會發現到 一到三季 今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跟台北股市連動 比最高的是道琼 可是你如果從十月份開始來看 不是道琼 你如果同樣把道琼 納斯達克 費半 韓國 日金指數 上陣 德國股市 你做比對 從十月份開始 台股變成不是道琼 它跟誰連結度最高 變成費半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於 我們在做統計的過程裡面 你要一直去追蹤這個框架 有沒有改變 一旦改變了 你要適時做著修正 所以我們來看 過去這半年以來 你會發現到 全球主要金融商品的先行標的 叫連電ADR黑色線 對一定是連電 你說為什麼是連電 你就把真實的數據攤開來去看 當你發現到連電的ADR 不是連電喔 它在跌 接下來呢 所有的商品都會跌 反之只要連電的ADR在漲 其他商品會跟著漲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看這次的十月份 這次的十月份在十月 台股落底是在十月五號 這次的最低點是在 可是各位你看那個黑色的 十月十四號 左邊到十月十三號這裡 連電落底是在十月十二號 十三號 可是你看紅色的台積電 台積電是拖到十一月份 它才起漲 也就是說 事實再告訴我們 你就觀察連電ADR 連電ADR只要再漲 所有金融商品都漲 你說真的嗎 這個也很神奇 就是說 我們去比對 確實就是這個商品 所以 比方說我們看到 昨天跟前天就好了 你就比對過去這兩天 前天每股是跌的 就上週五是跌的 昨天晚上每股漲 那你看昨天的ADR 連電一定是漲 它衝到7.21 所以整體上 針對台股或國際股市 其實很簡易 你就把現在的報價 連電ADR在7.21 它的底線在7.15 就是 它不能跌破7.15 如果連電ADR跌破7.15 代表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 費半 台積電 加全 納斯達克 道雄都會頂 OK 你就這麼觀察 我覺得 目前你以這個框架來 你會發現到 你在面對市場的波動 你會覺得非常安心 OK 這等於是從短期的角度 來思考在未來幾天 然後因為消息很多 這個禮拜又是全球央行熟 所以訊息可能都會影響到股市的變化 但是ADR 它不只是領先台股一天而已 它可能領先整個台北股市 可能一個季度 甚至到一個月的時間 都有機會發酵 那我們來觀察 剛才聊到說 如果回歸到台北股市的話 最終對於今年能不能成功的走出熊市 往牛市之路邁進 就是要看台積電的表現了 剛才提到EPS的部分 其實並沒有大幅的變動 但是如果 如果由於設廠的原因導致ROE的下滑 就會讓外資順勢的調降它的本益比 那我們就問一下夏老師好了 你認為現在調降到什麼程度 它算是一個適當的本益比 我們只要把這個本益比 乘上明年年底的EPS 大概就可以得出外資對於基本面的目標價了 整體上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各位先看這張表格 就是說當我們在看一些研究機構出去的報告 每一家的看法都不同 那經常的那上下的差幅會很大 那該怎麼辦 我認為就是統計啦 你就把所有你能收集到的數字 比方說這Bloomberg幫我們大家統計的 它統計全世界 目前有33家投資機構 33家喔 也就是有33份台積電的研究報告 他統計出來他告訴我們就是說 今年是2022嘛 那明年是23嘛 他說針對今年今年 目前預估台積電今年的每股益是38塊 85 那最低的落在37.6 最高的給到39.6 所以你大約你可以得出台積電 就是三十八五十五金 OK 然後你再看一年前 就是說我們講見股之心 就是那這種評價模式 它的準確度高不高 你就把一年前 什麼叫一年前 2021年估2022年 2022年估2023年 你把這個數字抓出來 你會發現到 一年前估台積電的時候 估202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到估值都偏低 就是外資投資機構 針對台積電每年的獲利能力 它其實都估得很低 可是台積電交出來的每股盈餘 比市場會來得高 所以整體上 雖然現在大家對明年的看法 大概落在37塊 那我認為呢 原則上不會太差 應該就是37 38 還是可以維持這附近 那關鍵就在於接下來台積電 比方說它擴大資本支出嘛 那拉到400億嘛 然後這個過程呢 對它未來股東權益報酬率的影響性 我覺得會影響股價回來的重要 OK 那如果是影響 那就說明它可能要調低它的估值 原本的目標值 對 那麼本益比下滑到什麼程度 你認為這個時候是安全的 整體上呢我們就做觀察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是過去的歷史 就是從2005年 現在是2022了 我們把藍色的 藍色的是台積電的股價 橫的橫向 橫向那個灰色的 那是台積電過去的一個 到現在的本益比 那你會發現到 台積電只要是20倍以上 你都不應該過度熱絡啦 反倒是20倍以下 你可以尋求 你是中間投資的 你可以站在買方 那我會在14到20中間 畫一條線 這條叫17 也就是說 你也不要急 最好能夠跌落到14的 那你以14到17 當做你衡量的基準 比方說它跌落到14倍了 甚至於以下 我覺得是可以站在買方的 那相對的 往上衝到17倍 那就可以適度踩煞車 這也是未來 你在做這種波動式的變化裡面 提供大家一個看法 我剛才算了一下 14倍乘上37塊的話 其實整體目標價 最低的門檻其實是480塊 那等於說現在其實滿符合 中長期的價值投資店的 是可以這麼講 但是呢 最好要再加上最後一個把關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叫做證券投資 是 那問題是往往證券投資 跟你的心裡面的感受 會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說 中長期歸中長期 但是短期而言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趨勢 對 就好像說你看到一檔股票 你怎麼看 哇這裡是一個投資很好的買點 對 你一進場之後隔天跌停板 你那個星期就會很差你知道嗎 縱使六個月後股價真的漲了 問題是你撐不到六個月 對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於 我們應該要面對事實 就是說我在做證券投資評估的同時 我最後 我最好有個技術分析來幫你做把關 那相對的你的成功率 就渴望大幅度拉高 OK好 那就假設我們用技術分析 來思考一下台積電 除了剛才聯定ADR的新型指標之外 台積電本身 我們可以從哪些指標來觀察 那整體上呢 我們跟各位用一個比較簡易的 就是說其實大家所接觸的都是趨勢指標 那趨勢指標裡面我們就把它簡化了 比方說我會比較傾向用 加權移動平均叫WMA 那你用MA也可以啦 其實會蠻接近的 那底下我們給他一個MACD 那分別要給他四個指標 因為哈哈這麼複雜 對 就是說我們分別給他50分線 那你用一個日線的趨勢指標 跟日線的趨勢指標 各位請看這張圖 舉例 這是台積電的50分線上圖呢 是WMA 底下是MACD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一根K棒的時間是90分 不是一天 那一根K棒是50分 那我從50分跟日線 如果四個指標都出現正向 那你就應該要買進台積電 假設四個指標裡面 只要有一個沒有轉正 你就暫時觀望 所以這是50分線 對 那這是日線 各位請看喔 這是日線 日線的部分 就是一根K棒是一天 我們直接看右側就可以了 各位請看 那個E喔 就是說 台積電的股價 它那個WMA是不是交叉向下 代表說 它日線的WMA是負的 再來我們看下方 它的MACD呢 柱狀體本來是正向 目前轉為負向 所以就是說 在整個趨勢 台積電目前不是多方 可是在短線50分的 它是多 也就是說 短線它是強的 可是趨勢目前還是弱的 所以代表說 現階段你針對台積電先行觀望 除非它的50分線的WMA跟MACD 是正的 日線也是正的 那當然應該再賣進 OK 等於是說 要用這兩項指標 搭配MACD來做一個宏觀的判斷 那更簡單來說 現在趨勢才剛剛啟動而已 所以現在肯定是不適合 進場的時機 那我們就要等待 什麼時候乖離下滑之後 重新開啟新的一波反彈 這個時候 再從短期的WMA來做一些觀察 提供給投資朋友 當然今天聊了很多 從宏觀到尾觀 從國際股市的現況 一直聊到台積電設廠之後 所對於股東權益報酬率的影響 但最終我們會發現 其實市場上 你投資的問題完全取決於你的尺度 看你是看短還是看長 當然會有部分資機的分配 但是一定要搞清楚 每一分錢 你是套用在什麼樣的投資策略當中 當然投資朋友有更多的疑問和想法 歡迎各位也可以加入蕭老師的Lineat 裡頭除了有宏觀的訊息 產業的追蹤 各股的操作之外 也會有蕭老師本身 對於大盤的一些想法和接近 提供給投資朋友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集 台股達人秀再相見 感謝各位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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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老師 謝謝謝謝